好 蔡英文2012年競選影片 这四年你过得好吗 悄悄锁上了 没有办法观看 国民党前文传会副主委 郑兆辛他怒呛 这就是心虚吗 同时还说 民进党根本就是转弯队 今天其实天气呢 是一开始是下雨的 天空作美 在出发游行要开始之前 你可以看到雨停的下来 那这样的一个气候呢 不利的情况下 还有这么多的人 风雨无阻愿意站到街上 可见民意的想望是多么的强烈 可见民间的怨气呢 是多么的想要抒发 那我们看到了这个 蔡英文总统前阵子 把那个你四年前过得更好吗 这个影片都下架了 如果这四年来人民的生活很好 你不但不会下架 你还会把它到处去转发 好好去宣传不是吗 看完我们民进党做得多么的好 结果现在为什么下架 就是自己心虚 尤其是这四年可以说做的是一塌糊涂 所以人民在这一次的公投 你确实不用改变你的政党认同 但是呢 陈其迈讲说 四个不同意 居然就是说不同意中国大陆啊 并吞台湾 这根本是规策 请问不吃这个有害健康的莱猪 跟中国大陆有什么关系 请问公投绑大选 这种人民民主的权利我们丧失 这跟中国大陆有什么关系 请问一下我们要多元永续的这个能源发展 可以能源自主 更能够抵抗外来的威胁 这跟中国大陆并都有什么关系 我们希望守护我们的美丽的藻礁 这不都是一些真正的台湾价值吗 民进党背叛了自己的价值 还想用谎言 清楚去欺骗民众 民众已经把民进党当成放羊的孩子 一次两次 不会再被骗第三次 所以今天才会有这么多的人 要站出来表达说 人民才是头家 人民才是老大 民主实在是人民做主 这样子的一种呼声 怎么看现在民进党大动作 动员宣传公投 甚至服务党党啊 外交部还有驻美代表萧美琴 都在影片上宣传这个反乃猪 等于反美猪 然后宣传大家投下 四个不同意 怎么看这件事情 差一个字就差很多 反乃猪是因为对我们的健康造成危害 民进党却用谎言在宣传 而且违反行政中立 为什么用这么大的资源 因为他们知道 他们在理上是站不住脚的 他们完全是在做 跟人民做对的事情 所以到最后只能用谎言来辩护 其实这对执政党 是非常悲哀的一件事 表示他们真正去改变政策的理由 完全没有说服力 他说四个不同意是台湾队 事实上四个不同意是转弯队 过去挺莱猪 过去反莱猪 现在挺莱猪 这是不是一个转弯 过去说莱猪是违禁品 现在说莱猪是保健品 这也是急转弯 过去说要绑大选 现在说是拆大选 这又是法夹弯 过去说何事要盖好 盖好又不敢让他运转 这也是法夹弯 过去说要藻礁永存 现在变成是藻礁永存 藻礁的台语叫做嗨操搭 现在要让他操搭搭 所以呢民进党种种背叛自我的行径 真正来讲根本不是台湾队 民进党四个不同意是转弯队 只有四个都同意 才是真正站在台湾民主的公投胜利队 我看到在聊天室当中针对这个公投议题 网友useruser他留言提到了 不缺电不限电不跳电 因此支持核四场重启 当然现在呢大家会讨论这个话题 主要就是因为就这么刚好 台北的万龙变电所昨天意外故障 结果对此核四公投领行人黄世修 他就质疑了 是台电为了因应缺电的状况 长期降压供电 才会导致整个电网损伤 因此如果核四公投不过的话 核二核三恐怕也保不住了 等到台湾进入非核家园 缺电的国安危机就会成为常态 但是针对了这一回双北大停电的事件 中天蜡晚报的来宾詹维元帕爆料说 徐国勇在宣讲的时候遇到了大停电 竟然瞎扯 是国民党在党能源政策 所以才会害了台湾 告诉大家一个证据 今天早上跳电的同时 我们内政部长徐国勇也正在宣讲 他宣讲时间大概约末是 十点多到十点半的期间 我们已经发生跳电的事情了 徐国勇告诉大家说什么 他说就是因为国民党 这个党公投 乱公投 党能源政策 就是要害台湾 所以他已经知道跳电 他还在宣扬这个话意思是什么 很明显嘛 他们现在很有可能在转移焦点 希望因为跳电的问题 来支持所谓的 曾爱藻礁的这个共同化不过 就要三街场能够顺利的进行下去 这就是民进党现在最大的阴谋 为了宣传公投 蓝绿本周末大动员 国民党台南市议员谢龙介 在宣传反萊猪的时候 他说了惊句 他听说萊猪吃多了 男性的生殖器会变小 不过有专业医师表示 目前来际对人体的影响 主要还是在心血管疾病的方面 而卫副部长陈时中则说 是由伎量来决定独性 四大公投决战倒数 台南市议员谢龙介 从高雄公投宣将近距连发 不管你吃什么东西 我想伎量决定独性 那只要在安全的伎量 来做使用的话 那都是安全的 卫副部长陈时中 没把话说死 但到底萊猪吃太多 会不会影响到男性生殖 专业医师这样说 到底要不要进口萊猪 随公投越来越近 总统蔡英文公投宣长 却不断被民团打脸 反美猪进口伤害到我们全球的部局 如果我们反萊猪的话 会影响我们外交 会影响我们参加国际经济的组织 我觉得都是乱讲的 总统一直在做错误的宣导 说是反美猪 算是违法的现行犯 我想他们就是因为洗脑不成 什么奇怪的话 什么奇怪的逻辑都讲错了 为护航萊猪 蔡总统不惜把所有美猪拖下水 为了骗百姓吞萊猪反公投 难道真的什么谎话都敢说 记者吴正伟离选 SG小组台北报导 好针对谢龙介提出了这个论点 这个随心话在聊天室当中 留言提到真的是吓死了 好不过没有错 这回在四大公投议题当中 蛮多的就是有四项主要的议题 当然整个公投进入最后倒数六天了 国民党特别公布了 一个公投的宣传影片 是以人民不安 治安恶化 还有施政混乱 等三大主轴 用20秒钟的时间来回顾民进党 荒腔走板的执政 还有回藻礁的双标 同时这回要鼓励大家 在12月18号能够出门投票 实现宪法赋予的直接民权 制衡网军治国 践踏民意的民进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